我们在货币政策的调控中 将更加注重平衡好短期与长期 稳增长与翻风险 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关系 强化了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 着力提振信心 稳定预期 稳定卧价 为经济运行的发展 营造良好的货币进入环境 第二是在价格上 目前整个中国银行业的层款准备经历了 平均是7% 后数仍然有践准的空间 我们将综合运营多种货币政策工作 加大利周期的调节力度 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支持社会融资规模 和货币信贷总量稳定增长 均衡投放 实现了社会融资规模 管理货币供应量 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的预期目标来相匹配 我们将设立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 技术实施支持探检排再贷款 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作的激励带动作用 引导金融机构科学的评估风险 约束对产能过剩行业的融资供给 更有针对性的满足合理的消费融资数据 旁和承亮金融资源 着力提升资金的使用效率 促进高质量的发展 这样资本市场 今年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有望转向 美元指数的动能减弱 大家注意一下看看在过去的几天里面 美元的指数就是从前几天 上个礼拜的104 这两天又下到了103 国内外的货币政策的周期差了 处于收敛 我国经济基本面时速回升向好 到2月份中国的所谓的跨境结算中 使用人民币结算的货物贸易现象 占比的是30% 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 客观上有助于增强 我国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 有利于跨境资金流动的平衡 和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 谢谢大家 我 victims的有利于 trek